明智赴死世己心,斗罗重生,圆灵根,修得雄心朝日月,世仇倒海,镇古今。 听众朋友,欢迎您收听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《斗罗大陆》,作者唐家三少。 玄天宝禄上记载的武功只有六种,分别是内功心法玄天功,炼手之法玄玉手,炼眼之法子及魔从,秦拿之法控赫秦龙,青身之法鬼影迷宗,以及暗器使用之法暗器白解。 前五种是基础,没有坚实的基础,又怎么能发挥出唐门暗器的精髓呢? 一岁多开始修炼玄天功,现在的唐三已经快要六岁了,他依旧在打基础。 唐三的家住在圣魂村西侧,在村头的位置,三间土坯房在整个村子里可以说是最简陋的了。 正中大屋顶上,有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木牌,上面画着一个简陋的锤子。 锤子在这个世界最广泛的代表意义指的是铁匠。 没错,唐三的父亲唐浩就是一个铁匠,村子里唯一的铁匠。 在这个世界之中,铁匠可以说是最低贱的职业之一。 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,这个世界的顶级武器都不是由铁匠锻造出来的。 但是,作为这个村子里唯一的铁匠,原本唐三家是不应该这样贫穷的。 但是,那两微薄的收入却大都…… 一进家门,唐三就已经闻到了扑鼻的饭香。 那并不是唐浩为他做的早点,而是他为唐浩做的。 从四岁开始,唐三的身高还够不到灶台的时候,做饭的任务就已经是他每天必须的工作。 哪怕是要踩着凳子才能够到灶台上面。 并不是唐浩要求他这么做的,而是因为不这样,唐三几乎就没有能吃饱的时候。 来到灶台前,熟练地踩上木凳,掀开大铁锅的锅盖,扑鼻的米香传来,锅里的粥早已煮得烂熟。 每天上山之前,唐三都会将米下锅,弄好柴火,等他回来时,粥也煮好了。 拿起灶台旁已经破损了十个以上缺口的两个碗,唐三小心翼翼地盛了两碗粥,放在身后的桌子上。 粥里的米粒几乎一眼就能数出来。 对于正是长身体中的唐三,这点营养显然是不够的。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身体如此鲜瘦的原因。 爸爸,吃饭了。 唐三叫道。 半晌后,李坚的门帘掀起,一个高大的身影迈着有些亮腔的步伐走了出来。 那是一名中年男子,看上去大约有接近五十岁的样子,但身材却非常高大魁梧,只是他的打扮却令人不敢恭维。 破损的袍子穿在身上,上面甚至连补丁也没有,露出下面古铜色的皮肤。 原本还算端正的五官,却蒙得一层辣黄色,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,头发乱糟糟的像鸟窝一般,一脸的胡子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日子没有整理过了。 目光呆滞而昏黄。 尽管已经过去一晚,但他身上那扑鼻的酒气,还是令唐三不禁皱了皱眉头。 这就是唐浩,唐三在这个世界的父亲。 从小到大,唐三就不知道什么叫父爱。 唐浩对他从来都是不管不顾的。 刚开始的时候,还会做点饭给他吃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当唐三开始主动做饭之后,唐浩就更是什么都不管了。 家里如此贫穷,甚至连像样的桌椅都没有,吃饭也成问题。 最主要的原因,就是唐浩将那份微薄的铁匠输入都换了酒喝。 和唐三一般大的孩子,父亲一般也就是三十岁左右,结婚早了,甚至还不到三十岁。 可唐浩看起来,却要比他们苍老得多,反倒像是唐三的爷爷一般。 对于唐浩的态度,唐三并没有怨恨过。 前一世,他是孤儿,这一世,尽管唐浩对他不好,但至少有个亲人。 对于唐三来说,这已经让他十分满足了,至少在这里有个让他叫爸爸的人。 唐浩抓起桌子上的碗,也不怕烫,大口大口地把粥灌入自己腹中,暗黄的脸色这才看上去多了几分光泽。 爸爸,你慢点喝,还有。 唐三接过父亲手中的碗,再给他盛了一碗粥,自己也拿起粥碗,喝了起来。 在唐门的时候,他就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,对于外面的事更是很少接触,本来就如同白纸一般。 到了这个世界,重新做回小孩子,并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。 很快,一锅粥有七八成都进入了唐浩的肚子,长出口气,将碗放在桌上。 达拉的眼皮睁开了几分,看向唐三。 有工作,你就先接下,下午我再做,我去再睡会儿。 唐浩的作息习惯很有规律,上午都是睡觉,下午打造一些农具,作为收入。 晚上喝酒,好的,爸爸。 唐三点了点头,唐浩站起身,喝了不少粥,他的身体也终于不再摇晃了,朝着礼尖走去。 爸爸,唐三突然叫了一声。 唐浩站住身体,扭头看向他,眉宇间明显多了几分不耐。 唐三指着角落里,一块有一层淡淡乌光的生铁刀,这块铁能不能给我用? 前世,他是唐门最出色的外门弟子,对于制造各种暗器极其熟悉。 当然,那时候,各种材料都是由唐门提供的,而到了这个世界之后,他虽然也修炼了几年,但实力还远远不足。 同时,他也从未想过要将自己最擅长的暗器制造放下。 他现在已经开始尝试着锻造一些暗器了,但材料却成了大问题。 唐浩打造农具的金属都是村里人送来的,都是砸着很多的繁铁,很难制造出精良的暗器。 此时,唐三所指的这块生铁是昨天刚刚送来,令唐三惊讶的是,这块铁矿里竟然包含着一定的铁母,用来打造暗器再合适不过。 唐浩的目光转移到生铁上,咦,这里面有铁精。 走过去低下头看了看,再扭头看向唐三。 你以后想做个铁匠吗? 唐三点了点头,铁匠这个职业,无疑是最适合他来打造暗器的。 爸爸,你年纪大了,再过几年,等我大一点,您就叫我打造厨具,让我接替您的工作吧。 以前他做的都是最精密暗器制造的工作,最简单的锻造,他反而不会。 唐浩略略微有些失神,难难地道,铁匠似乎也不错。 拉过一把破旧的椅子,他直接在那块生铁面前坐了下来,懒散地道, 小三,你告诉我,什么样的铁匠才是最好的铁匠? 唐三想了想到,能够打造出神器的铁匠,应该就是最好的铁匠吧。 他曾经听村子里的人说过,在这个世界是有神器存在的。 尽管他不知道神器究竟是什么,但挂上一个绳子,想来应该不错。 唐浩眼中闪过一丝嘲弄的光彩,神器? 小三也知道神器了,那你告诉我,神器是用什么打造出来的? 唐三想也不想,直接倒,当然是用最好的材料。 唐浩伸出一根食指,在唐三的面前,摇了摇。 如果你想做一个合格的铁匠,记住我的话,用上等材料打造神器,那不是最好的铁匠。 最多只是个合成者,用繁铁打造出神器,才是神匠。 用繁铁打造神器,唐三有些吃惊地看着唐浩。 平日里,唐浩很少和他说话,今天已经算是最多的时候了。 站起身,唐浩指了指房间另一边一块有五十公分建方的大铁铁。 想成为一名铁匠,和我学锻造,那么你用锤子先锻造它一万下,才有这个资格。 那是一块繁铁,其中包含的杂志众多,比起有铁木的那块,不知道要差了多少。 现在你还可以改变主意,唐浩淡淡地说道,已经准备回礼间,继续睡觉去了。 爸爸,我愿意试试。 唐三的声音清脆而平静,但却包含着一分坚定。 唐浩有些意外地看向他,好,一边说着,他走过去,将那块大铁铁抱起来,直接放在了风箱旁的火炉上,只要燃起炭火就可以对他进行锻造。 做完这些,唐浩回礼间睡觉去了。 唐三是一个心智坚定的人,否则,他也不可能凭借一张残破不堪的图纸,就制造出佛怒唐廉。 那唐门最顶级地击扩了暗器,那足足耗费了他十年的时间。 点燃炭火,拉动风箱,他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 呼呼呼呼呼的风箱声响起,火苗从炭炉中冒出,灼烧着那块大铁铁,尽管唐三并不会锻造,但他经常看唐浩打造农具,过程还是知道的。 当铁铁渐渐渐渐被烧红后,他脱过唐浩平日用的铁锤放在地上。 这种长柄铁锤甚至要比他的身高还要高上几分,普通五六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拿得动,更不用说是挥舞他来锻造了。 但唐三还是将他拿了起来,玄天公利运全身,尽管尚未突破第一宠,但他也拥有了成年人级别的力气。 当铁锤与铁铒碰撞,发出一声清脆的声音,这是唐三的第一次锤鸡也拉开了锻造的序幕。 李坚,躺在床上的唐浩翻了个身,尽管他闭着眼睛,但脸上神色却依旧有着几分惊讶,喃喃地抑郁道,居然拿得起锤子,天生神力吗? 当当当当的敲打声开始在铁区里响起,唐浩与唐三父子开始继续重复着他们平淡的生活。 只是不同的是,从这一天开始,唐浩给唐三房间中弄了另一个火炉,让他自己去锻造那块铁铒。 他没有指点唐三半句,但也是从这一天开始,唐浩的酒喝得少了些,家里的食物也多了些。 锻造绝对是一个枯燥而令人疲劳的过程,但唐三却把这当成了是对自己身体的磨练。 已经过去十一天了,他始终在数着自己锻造的数字,想要轮动铁锤凭借他身体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,必须要有玄天功的辅助。 他全部的功力大约够挥动一百锤左右,每当功力消耗殆尽,他就盘膝坐在地上恢复。 内力一恢复回来,就立刻继续敲打。 这不只是对身体的锻炼,反复地消耗、恢复,对他的玄天功和意志也是一种很好的磨练。 可惜的是,玄天功第一重的瓶颈却像是坚不可摧的壁垒,唐三的修炼不可谓不刻苦,他的天分也足够,可就是无法突破而进入第二重。 但他的锻炼却并没有白费。 尽管玄天功没有突破,但这股内力却随着他对铁驼的锻造而变得更加坚韧了,恢复速度似乎也比以前更要快了一倍。 十一天过去,唐三已经挥出了八千余锤,铁驼不断地变小,已经不到最初十三分之一的体积了。 身体的锻炼和食物的增多,他的身体变得结实了几分,仿佛有一股发自体内的力气逐渐注入到他的体内,令他在不断地锻造过程中对内力的消耗正在逐渐减小。 而在附加全部功力的时候,力量也增大了许多。 当他砸下一千锤的时候,那铁驼就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,整整小了一圈。 尽管在炭火中烧得通红,但也隐约能够看到,里面的杂质似乎减少了许多。 百炼成钢,这个词出现在唐三脑海中,这也更加坚定地他完成这一万锤的决心,而距离这个目标已经很近了。 唐三的坚持令唐浩很惊讶,在他看来,哪怕自己这个儿子是天生神力,也不可能坚持超过三天。 铁锤的锤柄为了防滑是那样的粗糙,不断挥动与手掌的摩擦必然会给手掌带来极大的伤害。 可他却发现,唐三虽然在实打实地锻造,可他那双稚嫩的小手看上去却并没有任何变化,甚至连一个水泡都没有起过。 唐三不想失去这个父亲,也更不希望自己过往的一切被人知道,所以他自然不会告诉唐浩,这是因为他修炼着唐门的玄玉手。 想用好暗器,最基础的需要眼力、手力、心力的融合,正所谓心道眼道、眼道手道。 所以,在唐门内门的修炼方法中,对于眼力、手力的要求极高。 子及魔童,借助蓄日东升时此期东来的短暂时刻进行修炼,对眼力有着极大的提高作用。 玄玉手可以令手掌变得极其坚韧,并且隔绝任何毒素。 这两种能力,是唐门内门弟子的必修课。 尽管唐三的玄玉手还远远不够火候,但保护自己手掌不被磨出水泡还是能够做到的。 再加把劲儿,今天就能完成了。 唐三卖力地挥动着手中的铁锤,在这枯燥的过程中,他的心却并不平静。 对于这个世界,他的了解还很初步,毕竟这里只是个小村子而已。 这个世界叫斗罗大陆,在大陆上有两大帝国,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两个联盟。 因为在两大帝国之中,大量的领土分封诸侯,拥有武装力量的贵族多不胜数。 这两个帝国,一个是唐三所在的天斗帝国,而另一个则是南方的新挪帝国。 法斯诺行省位于两国交界处,而圣魂村旁的诺丁城更是距离新挪帝国,只有不到两百里的路程而已。 唐三从村民的交谈中知道,在斗罗大陆中,没有自己那个世界的武功,但却有一种叫武魂的东西。 据说,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武魂,其中,极少一部分人的武魂可以进行修炼,形成了一个职业叫做魂师。 而范大陆最高贵的职业就是魂师。 像百年前,传说中从圣魂村中走出的那位魂圣,就是一名魂师。 魂圣是魂师到了一定级别的称号。 感谢您收听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《斗罗大陆》,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